DHA孕妇什么时候吃 竹文医生特药专家王亚琴 陕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主任医师 那么DHA呢 我们把它俗称叫22碳6细酸 这是它的化学名 我们老百姓呢 把它叫脑黄金 实际上呢 就是给我们人体 在脑的发育和成长过程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么宝宝的 脑细胞在什么时候发育呢 大家知道我们的胚胎呢 从我们受精卵的结合 也就是一般的人的 月经周期的14天 如果受精以后呢 那么它逐渐发育 也就是说受精卵结合的那一刹那 我们细胞在裂变 成为桑胚期 最后呢我们在着床 也就是说月经周期的 第23天左右呢进入宫腔 一旦进入宫腔以后呢 那它的血运就和妈妈联系在一起 所以呢我们的脑黄金 如果在补充的时候 一定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 那我们的这个孕脑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囊配呢 什么时候是最关键的时期呢 是在妊娠的两到八周时间 也就是刚开始我们排暖是在我们月经的周期14天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月经周期是在28天的时候 它的排暖周期也就是在第14天 也就是在你月经停经的第14天 到两个月这个时间呢 也就是妊娠的两到八周时间是最重要的时期 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各个器官都形成 那么随后呢我们大脑也就开始发育了 如果说我们脑黄金的补充 那也就是说在两到八周时间就可以补充 当然在整个的孕期 我们真正的大脑的发育 最发达的时期呢是在我们妊娠以后 三个月六个月 一直到我们出生以后的两岁时间 那么大家知道我们神经细胞的发育呢 它和我们其他细胞不太一样 它像一个树枝一样 那么它为什么有这样的形态呢 它是和它的功能有关系的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神经细胞 它不仅仅自己发育 主要是要和外界联系 要进行交流 所以呢我们说脑细胞的发育 是在整个的孕期的发育过程中 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们说脑细胞 它的土著的连接 那么还有呢我们细胞的这个神经介质的释放 都是需要我们细胞膜的稳定性 和它的结构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呢我们脑黄金呢 就补充了我们神经细胞的一些物质 那么健全和完善它的功能 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补充脑黄金 就在妊娠的两到八周就可以补充 当然在整个孕期都是可以补充的 尤其是我们在妊娠六个月以后呢 那么大脑细胞发育速度是非常快的 包括出生以后 所以我们平时讲到一个概念 叫生命早期一千天 那么这一千年就指的在妊娠期间的三百六十天 一年里边我们妊娠的是二百八十天 同时我们出生以后的两岁 所以这一段时间呢 都是我们大脑发育的非常重要的时期 所以我们说在我们DHA的补充 可以在早孕中孕晚孕 和孩子出生后的两岁之内 那么我们通过母亲的吸收 然后通过胎盘 齐带供给孩子 那么如果在普鲁期 也同样要补充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妊娠分娩和哺乳 都是母亲需要营养的最重要的时期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妈妈呢在这一段时间内 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营养 膳食的平衡的一个补充 那么也希望呢 我们在这方面呢 也可以进行一些检验和检测 那么如果您的饮食 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方面 能有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补充 那么这样的话 一般在我们的饮食中就可以补充 早孕反应就比较严重 你的饮食就不能补充 所以呢我们可能在膳食里边就要补充 我们大家呢也知道 我们在居民膳食宝塔里边 有个特殊人群 就是我们的孕妇 那么孕妇呢 我们在膳食宝塔中 我们早孕期 我们的营养补充 基本上和我们飞孕期是差不多的 但是到了中期和晚期的认识以后 无论是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和我们的微量元素和红量元素的补充 都是要增加的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 在脑黄筋的补充 那么这个方面呢 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 我们进行检测 那么饮食食物的一些分析 同时我们和医生 和健康咨询师 有一个很好的交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